而叙利亚在这个礼拜呢 曾经发生了一个震惊美国的事情 全世界的强权 试图让自己再也不要看到叙利亚 叙利亚每天都有人在死亡 大屠杀在持续当中 可是大家都想办法忘记那个地方 但是这个礼拜 叙利亚再次抓住了所有美国人的眼睛 就在周二美国时间下午1点7分50秒的时候 突然Twitter攻击了美国的美联社 由于美联社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通讯社 它直接攻击了美联社 所以攻击就是突然发出了一个假新闻 这个假新闻说白宫发生了两起爆炸案 欧巴马受伤了 结果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就使得道琼指数在2分10秒之内 非常短的时间里头大跌了145点 然后等到2分10秒之后 才立刻的更正消息 说这根本就是被骇客入侵的一个假消息 而攻击的这个骇客呢 有一个宣称是他们所做的正式叙利亚电子军 它叫做Syrian Electronic Army 那当然美国不愿意承认说 这是叙利亚电子军所做的一个行为 不过这一次的行为呢 也瞬间震撼了美国 相当多的人再度地看到了整个叙利亚目前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呢 整个叙利亚电子军的一个假消息的攻击 首先呢 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头不到两个里头 使得美国的股市蒸发了将近2000亿 凸显在整个金融市场面对电脑化的交易程序 呈现出来的一个脆弱 因为我们在图上可以看到一个像悬崖一样的跌幅 接着它市场蒸发竖清 这个市值令人沮丧之后呢 很快的它又再回升 因为大家听到的这个消息根本就是假的 所以美国股市最终是整个涨幅是1.05% 最后还是涨回来152.29点 另外呢 它的交易量就瞬间 你看这个交易量 它的瞬间呢 是非常非常密集的 好像地震一样很密集 那么美国可以这一天的日子 这个一个二的日子 叫做闪电崩排了 那这是来自于序利亚的消息 我们先进入广告